周期性设备的动作与机构组成多样化 要执行量测时该如何安装监测点位 机台资料交握的程序复杂 每种机台更有不同的制造厂商 更造成获取数据资料对接的困难 机器学习智能监控系统无需做机台交握 被侵入式量测方式 只需一颗依据制成关键指标相关的物理量感测器 安装当下系统即可执行产线品质监测任务 厂区充斥着大量自动化设备 在制造过程中设备同时运转时 或是一些人为不可控的因素 例如地震、场外施工等 必定会造成一定的相互干扰 这个时候所量测的数据 该如何正确判读呢? 自动追踪目标加工讯号的功能 能够在执行监测中 侦测标定过的目标讯号 即使制造过程机械动作有发生异常 或是有其他外在干扰 自动追踪识别技术 依然能够正确判别其讯号 是否为同一组周期动作 并给予判分根结果 制造加工过程中时间长短不一且程序复杂 部分的动作会交由人为操作 如换模、移动等 此时系统在不同的动作下做比对 将导致判断结果无意义 是否可以直接排除搜集不必要的参数比对 机器学习智能监控系统除了可透过学习正确的 时序动作快速建立学习规范外 还可将不必要的时序动作排除 只需在学习规范中选取排除功能 系统即可只留下需要的时序动作讯号 由于自动化产线加工速度快 亦有小状况发生 例如设备在运转时振动过大 所造成的位移 或准度有偏差 就会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产出 该如何提早减脂产线状态 更积极的避免不良品被制造呢 监测系统在设备发生问题癥结时 就能及时抓出 如要快速了解设备发生何种异常 可利用设备动态分析以进行排查 有效缩短停机时间 并且透过预知保养来避免设备 无预警停机的发生 透过机器学习的行为模式 帮助OP建立标准化 根据一场特征做标记 可回溯过程进行产线制程的优化改善 及时阻止大量非品被产出 进而掌握未来机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